这里是位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外面的圣安德列路 今天是2024年3月17日星期天 时间早上9点多 按照惯例这个时候啊 这里应该是非常的安静的 因为星期天早上嘛 人们都在睡觉 不需要上班啊 可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啊 却是非常的热闹啊 人生鼎沸 人呢狗啊 脚车呀滑轮呢 什么都登场了 这是因为今天呢是 无车星期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它是有两栋超过150多年的旧的建筑组成的 右手边呢 这个是旧的市政大楼 然后通过中间这个部分 中间这个部分呢 以前呢也是一条小马路来的啊 通过这里呢 把它连接起来 现在左边这边呢 就是旧的高等法庭 那这个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里头的展品 也是相当的多 除了举办长年展之外呢 还有特殊的展览啊 好那前面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CBD 就是中央商业区了 然后在左边这一带 大家看到金沙了对吧 在这一带呢 都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历史建筑物 可以大家来参观打卡的 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走的美术馆啊 然后我们往这个方向 这边看到了很多名胜古迹 这是维多利亚音乐厅 我们往前 往前那边呢 就是金沙酒店了哈 那边呢 还有个Esplanade Drive 那边呢 也是无车日 所以我们往那边去看一下 那座桥上啊 也是很漂亮的 超级好看 那边就是鱼尾石公园了 哇 好有活力哦 OK 我们往前走 OK 现在我们过马路 这条马路现在也疯了啊 是人行到来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维多利亚音乐厅 我们到正面去看一下 Taylor Swift的外婆 曾经在这里表演过哦 OK 也是热闹得很 哈哈哈哈 看有一群美女在拍照 哇哦 OK 我们往前看啊 那 这个就是维多利亚音乐厅了 然后这里呢 这个是莱佛寺雕像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莱佛寺雕像啊 这个铜像哈 原本呢 是在这个趴党 就是那个 大草坪的 就是在 刚才我们那边的 那个大草坪 以前是个足球场啊 然后呢 每次踢足球的时候呢 总有球打到 莱佛寺铜像的 身上啊 头上啊什么的 我怀疑他们是故意的哈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就搬到这里来了 那边呢 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 啊 这一栋呢 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 这一栋 所以这一带啊 除了这个商业 中央商业区之外呢 有很多很多玩的地方 这是这一带呢 打卡是特别的好的 现在没有人 啊 这条路把两个无车日的 主要的道路连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就马上要上桥 在桥的那一边就是鱼尾施公园了 所以大家来新加坡一定要来这里打卡 这边有个小公园 绿意盎然非常的漂亮 好热闹 大家礼拜天都不睡觉吗 全都起来了 现在我们上来的这座桥梁 叫做Anderson Bridge安德逊桥 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一座世界名桥 它是一座白色的钢结构的拱桥 跨越新加坡河 然后呢 我们刚才过来的那边呢 就是整幅大厦是南端 然后通过这个安德逊桥呢 跟北端的山顿道金融区连在一起 这个桥长70米宽 28米就在福尔顿酒店的前面 就在福尔顿酒店的前面 那各位漂亮的美眉来新加坡 一定要来这里打卡 如果你想像红姐一样 在桥上撒野的话 必须要等到无车日这里封路 所以呢 人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了 这边封了半条路 Esplanet Drive OK前面好像有很多活动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往前面走啊 OK这边是金沙酒店 这里游大巴是停在路边的 往前面走 好像有很多攀位 看一下有什么活动 这里可以租脚车的 出租脚车的 OK这边呢 就是滨海艺术中心 就是俗称的榴莲壳 哈哈哈哈 看了这边 这个穹顶绿色的 就是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的 国家美术馆 OK我们往前走啊 这个平时是开车的道路 今天可以骑车 可以走路 可以跑步 好开心哦 F1的时候 F1的夜间赛 也是有经过这里啊 好开心了 谢谢 谢谢 天下竟然有免费的午餐 免费的水 OK喝水了 好好玩的样子耶 可以来拍照 你们可以躲在这个棚子里 稍微的休息一下 喝点水 太好了 太美了 美丽的新加坡 这种花火 是美丽的 很可敌 你带钱 我就在那里 我带没钱 我带 这个是什么 拿呢 刚才钱呢 谁呢 刚才能涮呢 这个家呢 这个真的是很素晴 这种花火 它是很漂亮 其实真的很漂亮 我们读它每天当晚 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一定进的啦 这个 这个是盖男啊 耶 进了 这个主办机构 还给了我们这个券 讲券 然后呢 收集到123 123 4 5 6 7 8 收集到8个星星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去领取免费的礼包 各种各样的活动耶 有缘活动 很好玩 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个我不敢跳 把我老骨头给摔断了 你喜欢的try purple 呦 真厉害 1 2 7 3 8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